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次的万维掌声节目 大家记得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订阅我们两个 每天都和您谈谈的YouTube频道 包括现在在看的大把台和新闻台 另外, 追踪我们的IG, www.morning.manutd.fans 画面上看到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片出, 或计算最新的资讯 都会在IG的Story和Post上和大家分享 所以要紧贴我们, 记得订阅我们的IG 除了这个YouTube之外 另外, 今次, 其实呢 大家不知觉得, 讲讲CLS, 会不会讲得太多 但是没办法 昨晚他又来了 说真的, 我只是想到一句 大家觉得CLS的足球生涯已经去到尾声的朋友 可能又要失望一次 为什么呢? 刚刚他代表这个葡萄牙的国家队 就反胜了爱尔兰 反胜爱尔兰本身就可能未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在这个场球里, 他又刷新了一个纪录的例如 首先, 讲回一点点的场球 我看了精华而已, 没底下全场的 他首先在很早的时候, 已经射失了一球十二码 大家就满意为 啊, 斯朗你还不是没了到 之后呢, 还要被爱尔兰凭着国球的投锤 顶入了一球球 屠台落后了一比零 之后呢, 就去到八十九分钟 斯洛那道一记投锤 就为球队追平了 亦都成为他的职业生涯在国际赛上的第一百一十球的入球 之后呢, 不止了, 到尾巴士的五分钟 再凭着一个投锤 就令到长波反胜 他亦都创了一个纪录 我们看看这里的报道是怎样的 就是说呢 大家满意为 他的一百一十个国际赛入球 是令到 葡萄牙取回一分之制 不止的, 他再入到一球 就是总共呢, 国际赛一百一十一球 就令到 他们葡萄牙就二比一反胜 这一场球 三分就当然以待 但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斯洛那道刷新了 男子国际赛入球纪录 因为女子来说, 还有一个比较劲的 比较多的球 他还有 如果要破女子的纪录 但是男子的纪录已经破了 亦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讲 斯洛那道一国际赛入球的分布究竟是怎样的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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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世界杯的外围赛 踢了四十二场入了三十三球 欧国杯的外围赛踢了三十五场入了三十一球 Friendly 大家以为他Friendly入很多 其实又不是 Friendly 即是友谊赛 他五十一场入了十九球 欧国杯里面 踢了二十五场入了十四球 世界杯踢了十七场入了七球 欧国联踢了六场入了五球 Friendly的周制杯踢了四场入了两球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他在友谊赛入球 其实他在很多的外围赛 以及在决赛周里面 都真的入了不少球 施浪的东西你真的不要觉得他流料 不过 看着这场的精华 我有点东西要和大家分享 未来有朋友问 包括 HK和Nix在九月的布料区 都有问大巴个问题 究竟施浪的位置是怎样的呢 这个就真的要 从长计议 但是暂时来说 看完这场球 我发觉他真的有少少跟 Buno重叠了 亦都跟左路的进攻重叠了 因为他现在 在葡萄牙或者他踢得最自由的位置 大部分的自由 他都在港区里面等机会 但是 当我们公公公下被人抢球之后 他又会退出 还有我们很多时候做进攻 做入涉的时候 他就在左路那边帮忙 我觉得 Buno 左右两边都会去帮 但是 斯朗很喜欢在左边那边帮 但是他又不是一个正式的 左路进攻球员 因为以前 有时候会在左路带球 冲进去 现在是少了 现在很多时候就帮忙做球 即是搏一下脚 或者做一个串联的工作 所以他在曼联的位置 就真的要想多一点时间 以及跟Buno 和卡云尼 和其他前线球员怎么合作 我想都真的要想想 因为他那个位置就不是一个 叫做传统 踢死一个 譬如9号位 或者左边进攻 无论是4231或者433 他的位置都是多自由 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我们曼联的前线球员 包括 Buno也是很多自由 需要 普拜也是需要很多自由 斯朗也需要很多自由 所以我们有很多 自由球员 那是不是正正就是 苏施厄 现在我们一个 比较自由的攻势 的踢法 就适合这群球员呢 其实可能就是 刚刚遇上 降降 不过 怎样摆位 我都要再深思熟虑 才会 跟大家分享到 所以 亦都可以 大家在 这条片里留言 尤其是如果你们 昨晚有看葡萄 这场球 看看斯朗最近期 这个真鲜滚热辣 他的位置 上高 如何飞现万圆 以及这场球是有 Buno的 我看到Buno的这场球 我纯粹看精华 也有几球算是 不错的表现 不是之前 好像在 欧角杯那样 踢到 完全 不知去了哪 这场就应该不是 我看精华 不过 所以呢 我觉得 可以谈 另外 顺便回答 欢迎各位 多谢各位 来到九月的报料区 和大把 讲题目 报料 因为 有几件事都在乘机 回答 就是 Kath Kath 看回艾夫娜 和斯朗的对话 其实他一直都打算来曼联 这个我相信 整件事 过了之后 再看回 你 感觉到 也是 因为 曾经 传闻过 不知道 还有其他球会 文迪斯 去找过 说真的 我觉得朋友 说得很对 文迪斯作为他的经理人 当然是周围 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机会 但是斯朗自己 怎样想 可能真的 好像Kath 在艾夫娜的对话 就看到大约 他的心里 怎样想 另外 斯伯 比利 也有 复复 祝福 斯朗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斯朗 出了一个 IG的 帖子 说了一段多长的 文章 说他对 曼联的感觉 还有他最后是PS 就是他回来是因为废长的 其实是比利 返回这个帖子 除了比利之外 迫鹹也有返回的 有些朋友就害怕了 比利这个 真是好听 足球界的 嘎嘴 他说什么 尤其是 谁赢冠军 那些就通常惹了 这次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不用怕 第一件事 比利 现在的IG 帖子 其实也不是他自己 去处理的 说真的 他也是 不知道处不处理的 说真的 纯粹一个客套说话 但是 我看回 他那个返回说什么呢 他说一个这么有成就的球员 回家 真好了 就没有说他会赢什么 赢什么锦标 所以 大家害怕 比利 这个明灯的东西 我觉得就不用怕了 因为他没有说任何东西 碧鹹也是一样的 碧鹹也说 真的回家就好了 所以 基本上是 一些客套说话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另外关于斯朗 报料区真的很踴躍 大家 Alton Alton 留言 问 斯朗会不会 为曼联拿锦标 老实实 斯朗的 生存 其实就是为了锦标 我昨天也略为说了 今天再说两句 斯朗现在36岁还踢球 第一他真的很喜欢踢球 这个无可否认 第二他也很喜欢锦标 他也会出尽所能 去取得锦标 刚刚这一场 世界杯外围赛 其实他们是否一定要赢呢 当然赢就比和 或者比较好 但他们这场不是完全 一定要赢 生死战 不过今年世界杯外围赛 也很难打 因为每组小组的第1名 才可以直接出线 第2名又要打 什么沉莫富家赛 但是 你见到斯朗的球胜 就是 希望赢球的心 是一绝的 以及 以前 我现在做一个预计 以前废障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Fergis Time 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这个来做名字 例如我们很好的IG朋友 或者我们有个清分的朋友 两位朋友都用了Fergis Time 去做他们的 网名 很多 我们的曼联球迷 觉得我们是永不言败的精神 Fergis Time 差不多等于 而很多非曼联的球迷 就说 有他们的其他的想法 或者反慢的朋友 有其他他们的想法 我预计 苏斯特查回来后 我们之后就会有很多 我说了苏斯特查 对不起 我说了斯朗 加上苏斯特查也是 其实斯朗和苏斯特查都是 肺甲信时间的 表表者 所以 我觉得 未来的这一季比赛 我们可能有很多 可以叫苏斯特查时间 或者可以叫斯朗时间 即是 迟些我们很多时候会说 Cristiano's Time 即是Fergis Time Cristiano's Time 或者 Ole's Time 使得我们曼联 在比赛的尾段 进入了很多球 以及赢了很多球 看就是这样 当然 如果最舒服的 当然 一早就赢了几球球 然后淡淡淡有钱 就比林尾才赢了 不过看小 我们今年也会有很多 林尾才赢的球 因为去年已经有很多 Ole's Time的情况 今年加上斯朗 更加多 越来越多 所以使得我们赢球更加多 OK 今次节目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